今天我来给大家认识一种我们山里的植物 看就是这种 它开着结白色的花 像一层层积雪 特别漂亮 它叫做麻叶绣线菊 麻叶绣线菊 它是属于墙维科绣线菊属小棺木 一般是在4到5月份开花 7到9月份结果 你看 像一层层积雪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接下来我们就来近距离看看 这个就是麻叶绣线菊 你看它看的花是不是很漂亮 这种就是它的叶片 它的叶片呈菱形 或者长圆形 表面无毛 它的静感也无毛 这个麻叶绣线菊 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一般都是喜欢生长在温暖 光照充足的地方 看它看的花特别漂亮 像一层层积雪 看这一大棵 看满了洁白色的花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它的花色 它的花色 减白 有如鸡血 它的花絮密集 花色艳丽 它的花朵 环茂 它盛开的时候 它盛开的时候 这个枝条 全部被这些花土 覆盖了 就像铺了一层积雪一样 特别漂亮 这个麻叶绣线菊 它开的花特别漂亮 也特别香 可以制作庭院绿化栽培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它的花还可以制作成花树 花栏 花篮 花瓶 也特别美 它的根 叶 果实 也都可以露药 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这个可以扦插成活 一般都是在春季 用它的枝条可以扦插成活 可以做绿化栽培 好了 这期关于麻叶续腺局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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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